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瞧 这定府街宽的 并排走上三辆车还有富裕 这样大气的一条普通 来头自然不小 明朝的开国大将徐达 分为定国王 他的府邸就建筑在这条大街的北面 经过明清两代几百年的演变 就把原来王府的府 变成了府城门的府 府就是众多丰盛的意思 府人大学的教学楼 就建筑在这条大街的北面 今年82岁的洪老先生 1950年从府人大学毕业 是王光英 王光美 启公 李德伦等等知名大家的校友 府人大学的前身是北京天主教大学 府人二字取自论语中 以文会友 已有府人 学校里最有特点的建筑就是主教学楼 这个大楼是府人大学的教学楼 它的特点就是中西河壁 这绿色的琉璃瓦 汉白玉的栏杆和雕梁画中的大门 显示了典型的中式建筑风格 整个教学楼采用了欧洲城堡式的建筑结构 形象的体现了府人大学发扬中国固有文化 介绍世界先进科学的办学理念 校园中的另一栋建筑 则是见证了一个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场面 它便是府人大学的礼堂 最初在这座礼堂中上演的大多是明觉而的精细 但是让老人们记忆犹新的却是另外一场演出 台上出了一个解放区的农民 那个颜妹妹的穿着花边袄 拿着锄头在这儿讲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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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还没显完 台底下就掌声如雷 轰动得不得了 除了府人大学 定府街里还有不少货真价实的建筑精品 胡同东边有涛贝勒府 西边是庆王府 在一条胡同里建两座王府 可北京城你也找不出第二个 庆王府先后有过两位主人 投降派齐善和签下薪酬条约的一框 两人声名狼藉 王府建筑却精美无比 多年前的一场大火烧毁了府中大多建筑 只有绣楼勉强保存下来 这座楼呈倒过来的凹字形 中心又建了一座与一楼相接的平房 看起来倒也雅致 今天的定府街车水马龙 胡同的面貌也是日新月异 渠大马对此感受颇深 说这定府大街啊 我是住了不少年了 可是您说这变化吧 要说大也不大 要说大可也大 尤其最近几年是真大 一会我领你们上外边看看 健身器都按照我家门口来了 每天出来练练 对身体有好处 在这事以前想都不敢想 不可能 见都没见过这东西 以前都是土路 现在铺这种砖 它是渗水砖 又能存水但又不滑 老年人出来全放心 时代变了 胡同里老百姓的生活 也在跟着变 那好日子还在后头呢